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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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应该是宫廷比较难吧 陈凡阳如果穿越到宫廷距离能活到大结局吗 因为陈凡阳也其实是一个蛮坚持的一个人 他可能坚持是对的东西他就会跟着走 他不是那种嘴巴抹了蜜糖的那种人去讨好上司 所以其实有难度 在拍摄过程中和文琦的哪一场对手戏让你印象深刻 其实有几场都蛮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主要都是在我开始脆弱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要把小孩独自生下来 然后他就是像个黏皮糖一样一直黏着我 然后就怕我想不开 那一段的戏我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也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而且很激励就对了 就是如果当一个人想不开的时候 有一个这么阳光的人物在你旁边 不停给你正能量 我觉得做一个人类是蛮幸福的 双国家这部剧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个饰演陈凡扬吧 因为陈凡扬可以是一个 现在很多社会上面的女性的一个代表 她要身兼一个公司高层 她又有个老公又有家庭 她又想要做妈妈 因为我的人生到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但是呢可以提前先看到陈凡扬 面对她的人生的抉择 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借鏡吧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称作生活家 我觉得就是好好过好每一刻吧 心里要是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呢 就会尽量去完成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身为家的本质意思 你的哪一项爱好最能给生活加分 我在不用排气的期间 我会尽量在体能上面 会去做一些努力 然后呢我自己本身又喜欢画画 然后我又很喜欢学做一些craft的东西 就是我喜欢有自由度在我想做的事情上面 我觉得不是只有单项 我觉得是你做的事情越多元化 你的生活 你接触的人 你感受的事情就会越丰富 用陈凡扬的语气安立一下生活家 我觉得生活家是绝对需要看的一部戏 如果你的宠物因我们Kiki 对你开口说话 你觉得他会说什么 你希望他叫我妈咪 如果一辈子只能吃一种食物 你会吃什么 菜吧 有什么想尝试又不敢尝试的事情 可能就是吃麻辣火锅吧 如果不做演员 会改行做什么工作 设计师吧 如果可以去到外太空 你会去哪一个星球 天狼星 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入这一行做演员